三个星期之后,司徒老人态度突然大变 认为主催者不应意气用事,为辞职而辞职 其后更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辩称当时提出五人辞职名单只是引起讨论 而非支持五区公投 同时不可以被社民连抢占道德高地 对于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八月初 接受媒介访问的言论 司徒老人不想回忆 完全忘记 今年五月五区公投投票将临之制 司徒华公开表示不会投票 我们对他这个做法当然是很难理解 今天在政治反抗这条道路 走了二十多年的民主党背信弃义 泛民主派分裂的责任 不再仍然坚持捍卫尊严对民主公义 往赤直尋都不妥协的社民连 老讯说两间鱼一卒 何击独徒旺 政改方案通过之后 犯犯民主派正式分裂 坚持没有抗争 乃有改变的社民连 必然被孤立 边缘化 但是不怕孤立 才可独立 社民连 和社民连的支持者 会调调幻想 准备斗争 捐定不移 和香港人继续为民主打拼 为民主抗争 多谢主席 多谢主席